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十二題 長期及短期波動度換算時 為何喜歡用工作日速 而不喜歡用日立日速 那這個是牽涉到 到底是交易會引起資產價格的波動 還是訊息本身就會引起資產價格的波動 那我們再開一個新的表格 通常會引起資產價格的波動 不外乎兩個狀況 一個就是交易本身就會引起資產價格的波動 另外一個就是市場上有新的消息 有新的訊息進來 或新的消息進來 那可能資產價格就會引起資產價格的波動 那到底哪一個的成分佔的比較大 事實上這個是一個實證的問題 通常初學者都會覺得說 當然是消息造成資產價格波動 影響比較大 因為我們常常發現說 今天央行用宣布的消息 或者是美國川普又講了一個什麼事情 結果全世界的資產價格就大幅變動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因為消息所引起的資產價格波動 占的比例會比較大 不過你假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想看看的話 就是說其實大部分的股票 在大部分的交易時間裡面 事實上都是沒有新的訊息進來的 但是為什麼那個股票它在盤中 還是在那邊動來動去動個不停呢 舉例來講 例如說像今天台積電 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新聞 有關於台積電的新聞 頂多就是昨天美國到強漲了600點 然後今天可能台灣會受到激勵 但是一激勵就到萬點 都是一個四位數變為五位數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有點害怕就不敢追價 所以台積電就慢慢跌下來了 但是其實也就只有這樣的一個訊息而已 而且這個下跌 今天下跌事實上還是開高慢慢的走低 並沒有一下子就反應說 其實我們的利多好像沒有那麼多 經濟沒有那麼好 所以一漲上去 跟隨美國一漲上去之後就馬上跌下來 事實上也沒有 它其實是緩慢緩慢緩慢的下跌 所以其實對台積電來講 今天在市場上的訊息 幾乎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訊息 但是為什麼它的資產價格 就在那邊動來動去動來動去 那假如說你從這個角度來想的話 那似乎好像交易所引起的 資產價格波動佔的比例 或許會比較高一些 好 那這個實證問題 財務學家是怎麼去做實證的呢 其實他們很好玩是拿一個農產品 期貨來做實證的 那對農產品來講呢 消息就是什麼 就是老天爺的天氣跟溫度 那老天爺的天氣跟溫度 這個東西是不會隨著人類的假日 而跟著放假的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放假了 其實老天爺還是有可能會下雨 有可能會出太陽 有可能溫度很高或溫度很低等等 所以呢 對於那些提貨來講呢 事實上市場的訊息呢 就是天氣狀況 你可以把那個市場訊息呢 想成就是很平均很平均的 注入這個市場 所以呢 今天市場訊息對農產品來講 是很平均的注入這個市場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說 假如我們就去抓禮拜一的收盤價 然後呢禮拜二的收盤價 然後禮拜三的收盤價呢 一直到禮拜四禮拜五的收盤價 然後呢再繼續抓下個禮拜一的收盤價來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了 就是說因為呢對農產品來講 它的訊息是非常的平均進來的 所以假如說呢今天市場價格的波動呢 是由訊息所引起的話 那事實上呢我們看 禮拜五收盤到禮拜一收盤 這裡就累積了三天的訊息量 但是呢禮拜一到禮拜二 禮拜二到禮拜三 禮拜三到禮拜四 禮拜四到禮拜五 這個事實上都只有累積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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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訊息量 所以呢因為對農產品來講 這個消息呢是非常均勻的進來 所以假設呢 市場價格的波動 大部分是由消息所引起的話 這些一天所算出來的波動呢 應該乘以根號三左右 乘以根號三左右呢 事實上約瑞就要等於三天的波動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訊息是非常非常平穩的進來的 所以呢三天就是接收了三天的訊息 一天就是接收了一天的訊息 所以假設呢今天市場價格是由消息面的消息面所引起的話 那通常呢 短天期的波動度 乘以根號低 那就要等於長天期的波動 好可是呢假設你是從資產價格波動是由交易所引起 那就發現禮拜一到禮拜二就是交易一天 禮拜二到禮拜三就是交易一天 然後呢禮拜三到禮拜四呢也是交易一天 禮拜四到禮拜五也是交易一天 然後呢禮拜五到禮拜一呢還是交易一天 這事實上是工作日的特性 那剛剛那個事實上是日立日的特性 好所以呢 假設資產價格的波動是由交易所引起的話 則呢你去看這種三個日立日 三個日立日的波動 它應該就跟你用週間呢 一天一天報酬率所算下來的波動 應該叫非常的接近 因為呢畢竟禮拜五到禮拜一其實也就只有交易一天而已 那我這裡的天呢其實指的是日立日喔 就是說假如今天呢 資產價格波動是因為交易所引起的話 三個日立日算出來的波動度應該跟一個日立日呢 算出來的波動度應該要很像很像很像 好所以呢就去做實證 後來發現呢實證的結果比較傾向是下面這個結果 傾向是下面這個結果 所以呢財務學家就會說 嗯 資產價格為什麼會波動 其實呢比較大的比例是因為交易本身 就會引起資產價格的波動 所以有開盤呢 資產價格就會會波動 沒有開盤呢 資產價格就比較不會波動 那當然消息面還是會引起價格波動 但是它這樣的比例呢就小一些喔 好所以有這種概念之後呢 通常我們一年呢大概就是算250或252個工作日 那就看你自己的使用習慣 然後呢一週大概就是5個工作日 一個月大概就是22個工作日 左右那一年大概就是52週 就用這種概念去做 好這個就是 第12題 長期及短期波動都換算時 為什麼成的那個根號題都喜歡算工作日 而不是喜歡用日曆日能 就是原因是這樣子 但是呢 你要記住通常在公司裡面呢 帶進去的還是要年化還是要年化 所以呢你說一個月的工作日 到底佔一年的工作日是多少比例呢 那大概就是22除以252這樣的比例 其實有時候跟12分之1算出來的結果 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呢假如說今天選擇群的天數呢 不是很長的話 那休息一個幾天 有沒有休息算工作日或算日的一日 差別可能就會比較大一點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13題 是以某股票實際交易價格為例 說明如何計算其年化波動度 好吧那我們就真實去找一支股票 來算看看它的年化波動度是多少好了 那我就把TEJ給打開 那希望呢可以連線的順利 因為通常中午的時候 網路好像都比較糟糕一點 那通常呢這左邊就有一個叫做TEJ股價資料 那只要選的話呢我們就選日資料 而且是金除全息調整的 因為呢金除全息調整的 它就是有股力再投資的概念在裡面 我們就不用再去記錄 它什麼時候發股力了 然後股力我們還要自己再去算 它再投資之後可以買幾股 就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呢我們通常就是抓調整股價 然後除全息調整的東西的股價來計算 那通常呢我會抓就抓台積電 因為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個指數化投資的支持者 所以也很久沒有看個股了 那大概會看就是看台積電吧 因為畢竟台積電呢它佔台灣大盤的權重 可怕已經到百分之十幾了 好吧 最後我們就把它按下去 然後就要去選台積電的那個號碼 可是好像沒有地方可以輸入台積電的號碼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盤中的關係 還是這個系統都不能夠查 不過沒有關係 三不轉路轉 我們就到別的地方去找資料好了 那我們就到呢 Yahoo Finance US去找 那通常呢這裡面就可以找到一些好玩的免費的資料 那我們就找一支ETF叫做VTI好了 那VTI呢它就是全球股票型的ETF 所以你假如說買了這個VTI之後呢 那基本上就好像買了全球六千多檔的股票一樣 事實上現在也有全球債券型的ETF了啦 好像叫做WBDN的樣子 那事實上假如買一支全球的股票型ETF 加上一支全球債券型ETF的話 那你就兩支ETF就投資全世界了 那剩下的時間就跑去玩耍 就不用再看一些個股了 挺累的 除非你的工作就是看個股 不然其實人生真的沒有必要那麼的辛苦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VTI這裡有一個Historic Data 我們就把它按下去 那Time Period呢通常它就會選一年 那我們是日資料就要按Apply 那這裡呢就有一個Download Data 我們就把它按下去了 那就把它儲存起來 就把它儲存起來 那我把它儲存在桌面 好 然後呢就可以把它打開來了 好吧那就把它打開來 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不錯 而且它已經照日期的先後順序來排了 那這裡呢有開高低收 其實我們這個都不需要 我們只需要調整之後的股價 那也就是調整之後的股價呢 真的就是有考慮股企再投資 不然像國外的ETF 那一季又發行一次現金鼓勵 你假如說你要自己去算調整之後股價呢 那其實是會很累的 當然我有叫同學算過啦 其實還蠻累的就是 那我們就把沒有用的東西把它砍了 那交易量也不需要 我們就把它砍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算一下 每天每天的連續時間的報酬率 所以就是Log 那今天的價格除以昨天的價格 那事實上就是連續時間之下的日報酬率 那就把它複製貼上 所以大概就這麼多的日報酬率 那我們就去算一下這些數字的標準差 那就寫STDEV 那就把它全部框起來 全部框起來 好 框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得到日波動度 所以日波動度還挺小的 我把它變成百分比好了 那日波動度大概就0.93左右 那年波動度其實就是 剛剛這個日波動度呢 再乘以更好250 或更好250都可以啦 所以呢 年波動度就是14.76 14.76個百分比 百分比啊 好 那其實這個波動算起來 還蠻低的啦 因為最近這一個月呢 其實全球股市這張都挺大的 那這個東西畢竟它是全球股票型基金嘛 那麼多檔股票 弄在一起 大概呢 能分散的風險都分散掉了 剩下的呢 當然就是地球風險了吧 也就是呢 今天你只要擔心火星人會打過來就好了 那不然你在地球上呢 弄股權來做最好的狀況 也就只能做到這個樣子了 好 那當然呢 像這種算波動度 算出來的結果 其實它是歷史波動度啦 因為它是用歷史資料來算的 所以通常就把它叫做歷史波動度 而且呢 這個是一個很原始的算法 也就是說我就是開過去可能250天的視窗 那我就算這250天的日報酬率 再把這個日報酬率呢 算一個標準拿出來 那這樣子呢 有一些缺點 例如說你可能呢 每天的權重都給它一樣 那有些天出腳杯含在這個視窗裡面 它的影響力呢 就是252分之1 那只要掉出這個視窗呢 影響力就突然從252分之1 變成0了 那這樣呢 其實不是很好啦 因為呢 我們通常在財務裡面都會相信說 最近期的資訊應該比過去的資訊呢 要有價值一點 所以呢 通常最近期的資訊 我們應該給它比較大的權重 那越遠期的資訊呢 就給它比較小一點的權重 所以你假如說呢 對波動度模型有興趣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些風險管理的數喔 例如說有一個最常見的最原始的最簡單的模型 叫EWMA的模型 那基本上呢 它是1994年階平摩根所寄出來的 那就是說 今天的波動度平方呢 它是一個0.94昨天波動度的平方 然後再加上呢 然後再加上呢 0.06日報酬率的平方 這樣子算出來的喔 那你可以把它怎麼想呢 就是說 今天假如說我們是用日報酬率來算的話 那為什麼日報酬率的平方 其實就是等同於好像是日報酬率的Variance 為什麼是這樣子喔 因為呢 其實日報酬率的Variance呢 根據定義 事實上應該是每天每天報酬率平方的期望值 減掉呢 報酬率期望值的平方 但是呢 因為日報酬率的期望值幾乎是0 幾乎是0 那你可以怎麼想呢 就是說假如一支股票一天 一年賺10% 事實上呢 一天的期望報酬率真的就是接近0 所以呢 你就可以發現說這一項幾乎是0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說 其實呢 每天報酬率的平方 那幾乎呢 就是 又可以用來估計 波動度的平方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這一地方是 每天每天新進來的資訊 然後這個呢 是舊資訊的一堆 一堆訊息在裡面 所以每天波動度的平方就是 0.06倍的新的資訊 再加上呢 過去的資訊乘以0.94 那事實上這個東西就叫做EWMA 就是指數平滑的波動度的模型 那其實呢 EWMA呢 你也不用以為好像很高尚的樣子 好像學術界提出來的東西都很高尚 基本上呢 它就是技術分析裡面的EMA 那技術分析裡面呢 有簡單均線也有指數的均線 那其實呢 這個東西真的就是 技術分析裡面的指數的EMA 那因為呢 你去看一下公司喔 你假如是技術分析的EMA的話 那它就告訴你說 你假如是N日的EMA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SigmaT加1的平方呢 基本上就是 N加1 然後呢 N-1 然後呢 昨天呢 破動度的平方 然後再加上呢 N加1 分之2 然後最新的資訊喔 所以呢 你假如說真的去背看看 N加1分之N-1 一定它得0.94的話 事實上這個N呢 幾乎就是33天左右而已啦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 一到這個EMA這個模型 基本上就是把 每天報酬率平方之後 然後呢 去求一條33日的EMA均線喔 那就跟技術分析用均線來做 差不了多少 所以 也不要覺得技術分析 好像很沒水準的樣子了 其實學術界也常常在用 只是把它包裝成比較漂亮 那其實像 那比如說像學術界裡面呢 還有什麼GARCH模型啊 什麼ARCH模型等等 那通常呢 有人就說 在財務裡面呢 大概用GARCH萬萬的模型來做 就可以得到不錯的結果 那其實GARCH萬萬的模型呢 你假如說那個結局項目 不去看它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EMA 所以GARCH萬萬 基本上就是技術分析裡面的均線 其實也沒有多麼的高尚 就是技術分析的均線而已 好那就有興趣呢 再請大家自己去了解 就是說你對波動度模型有興趣的話 有很多波動度模型可以去做 那後面這段呢 只要聽不懂也就算了 也就算了 所以呢 波動度我們大概就介紹結束了 那從下面開始 終於可以進入到GARCHIOS的Model了 所以這一張真的是前沿非常非常的長 我們終於會要進入GARCHIOS的Model了